嗨嗨我又来了 上期视频我们成功得到了铁钉 不得不说这是一项非常伟大的进步 那么今天我们来干的啥呢 其实说实话我也不知道 但是咱就一个字跟着主线任务走 现在我们打开主线任务 仍然是一无所知先看一下获得铁之后 它就告诉我们可以尝试更好的工作台了 那么也就是意味着咱们终于可以摆脱随时工作台了 可是当我真正打开工作台的合成配方之后 我才发现工作台还没有解锁 没有解锁那我们就需要研究 研究需要去哪里研究 那肯定是灰图台 打开灰图台我们先看一下 找一找这个工作台在哪里 很快啊我就找到了合成记忆 我们先在灰图台上来给它学习一下 提交一块铁钉并且开始研究 然后就是初等论文 再一个就是四块防腐木板 既然又提到了写论文 我们就简单来说一下关于经历的问题 首先在这个生存中呢你最好不要死 因为死亡之后呢你的经历也没了 经历没了之后你就需要养 怎么样出去逛 做点别的事情睡一觉 都可以来恢复经历 而且呢据粉丝所说 经历越高恢复的越快 经历越低恢复的越慢 这也就是我上期视频 为什么写论文心不在焉的原因 所以说合理利用你的经历 你好他也好 既然是合理分配经历 那我这边也不能闲着 我们玩一会儿消消热 过来练一会儿铁 就这样一段时间后 我就成功得到了这么多的铁 那论文这边呢咱们也不磨叽了啊 直接就给它拿下 研究已完成合成记忆 现在我们再看一下 工作台的合成配方 防腐木板加上防腐木台间 再加三块铁就可以合成 合成材料倒不是很难 可以说是非常的简单 现在呢我们先来提炼一些杂粉油 仍然是放两个原木堆 点火之后给它盖起来 那么在这个等待的时间内呢 我决定还是下一下矿道 我就在矿道内挖哑挖一不小心 就挖到了一个矿洞 这对于我来说 无疑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上期视频我们做出的碳矿稿 一直也没有机会使用 这次总算是拍场用场了 我们看一下提炼杂粉油的这段时间内 能不能在这个矿洞内 发现一些特别好的矿洞 然后在这里我再插一句 就是一直有粉丝疑惑 为什么这个生存很少打怪 其实我也很纳闷 本来我也是一个 非常偏向于打怪的一关up主 可是在这个生存中 确实很少打怪 第一呢主要是我没有机会的 第二呢你们自己看 即便是这种非常黑的矿洞 他刷天的这种 僵尸小白蜘蛛苦力怕 也是非常少的 更何况我现在做出了青铜剑 对付这些如同原版的 僵尸小白蜘蛛苦力怕 那可以说是有手就行啊 打完了僵尸 我们来看这里赤铁矿 还不错兄弟们 今天也算有所收获 把这么一大片赤铁矿给他挖回家 这不得说多少铁矿了 行了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回到庇护所 兄弟们又是一次历史性的进步 终于是鸟枪换炮了啊 我们有了第一个工作台 有了工作台之后 我们又解锁了一条新的主线任务 那就是蒸汽驱动 同时呢也给我们增加了16个区块的领地 还有一顿火鸡大餐 可是经过我后期研究呢 可能这条主线任务 现在我们还搞不了 这里的好多东西 我们都没有在灰兔材那解锁 所以说你要合成的话 那根本是没有可能的 那么现在我们还要回到 义乌所有这条主线 其实碳矿稿啊 都属于是最基本的稿子 在它的底下呢 还有两个神器 一个是地质锤 一个是洛阳铲 它们的合成呢都需要铜 再一个就是灰兔材上面这些东西 你像这个石墨 我们现在也没有研究解锁 不知道我是跳鸡跳的呢 还是说它这个主线任务 跟这个灰兔材搭配呢 并不是特别完美 反正我感觉呢 是稍微有点乱 最起码现在对于我而言 我不知道该干什么 不知道干什么 我们现在就上灰兔材 一条一条的给它往前找 找来找去 就找到了这里 传统机械 咱们打开看一下 哎 这个应该不难啊兄弟们 线索只有两条啊 一个是论文 第二个就是青铜钉丝块 论文呢 我们一会再弄啊 这个急不得 我们现在先把青铜钉给它烧出来 这天呢也还没黑 我们做一把斧头 天黑之前 我们去看点树 行了 刚好天黑了 斧头也没了 那这个时候 我是肯定准备回家嘛 把背包清理一下 我们打造恢复 可是谁曾想 在回家的路上 我这脑瓜子一热 我说句识块兄弟们啊 就眼前这个动物啊 我真没看它叫啥 我真以为是一头猪啊 实际上人家这是一头犀牛啊 咱就说 什么叫没事找事 刚刚把精力养的差不多了 这一死又完了 所有精力从头再来 现在再打开灰图台 你们看 我的脑瓜子里又一片空白 总之我是不能闲着啊 咱们继续探索矿洞 只要你保证你自己不死 精力就会慢慢提升 那么这次下矿洞呢 我的运气仍然是不错 又找到了一处吃铁矿 咱们还不说 你们再看 这里是什么 灰铜矿 刚开始我以为啊 这个灰铜矿和铜矿 应该是属于是两种东西 实际上呢 我把这个灰铜矿挖下来之后 我看了一下 这个灰铜矿练完了之后 它就是铜矿 终于不再需要外出寻找铜矿杀力了 这也算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吧 兄弟们 解决了铜的问题 我也一点不磨叽 什么洛阳产了 咱们一块都给它做出来 我相信 有了这三件宝贝来探矿 我们的矿武后期肯定会越挖越多 得到了这两件神器之后 我们继续研究 看矿升级 这个过程呢 我也不展示了兄弟们 没有经历搞论文 确实是一种折磨 现在我们继续往下看 高效合金冶炼 你们看需要的实验器材 一个是陶罐 一个是黏土 我们直接提交材料 开始研究 线索这边呢 也是两个 一个是红砖 一个是青铜板 没有让我写论文 我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都是一些最基础的物品 我们直接给它完成 完成了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的下一个研究对象 那就到了固体研磨 也就是我所说的石墨 两块石头 加一个木炭 这真的是太简单了 这些材料 我家中是一样都不缺 体积的物品呢 仍然是两种 一个是石头 一个是煤炭 很快啊 我就给它完成了 那么第三个兄弟们再看 纯净水过滤 咱就说 它这个主色任务 跟它这个绘图台的任务 是不是有点不匹配 简单来说 就只是不太明确吧 反正我现在玩的是稀里糊涂 这时候呢 我们就要用到石墨了 同样石墨的合成配方呢 现在也出来了 底下放着一种岩石啊 中间放石头 上面再放一根木棍 这个也是非常的简单啊 我们直接给它做出来 然后在石墨内放进一个木炭 手动研磨 就可以得到木炭粉 现在我们提交材料开始研究 真该死 又到了论文环节了 还有一个物品 就是装满的木碑 木碑 我家里早就有了 咱们直接给它研究一下 现在呢 就只剩下论文了 论文呢 就不多说了吧 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啊 今天呢 没有跟着主次任务走 最大的成就可能就是挖到了几种框 合成了原版工作台 现在呢 又没有经历了 论文呢 也写不了了 那本期视频呢 就先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 不讲不散